大家應該都沒吃過魚的水狗 不過到底是用哪一種魚所包出來的水狗 觀眾朋友是不是有研究過 台南總管有驗證的 從在地所領的這個火燒魚 在包進去水狗裡面 因為火燒魚的口感比較Q 也比較有肉 跟其他的魚不一樣 就像是用這些新鮮的豬肉 隔著菜頂頂的實材 也來推出了總管鑽定的海味水狗 台南總管因為是沿海地区 有防護的魚散 鑽鞋就是其中一種 為了要提供在地的魚散 因此總管鑽定將鑽鞋 跟鑽鞋侵一般民眾 經常吃水狗裡面 可不是相當不一樣 消暑流也以外的好 這也讓總管的魚鴨 開創新的消暑通路 因為那時候我們想要推廣 我們在地的魚產品跟海鮮產品 所以我們把在地的一些海鮮 融入到我們最基本家庭的一個水餃裡面 然後去沖一個銷售量出來 那也協助漁民可以有一份 比較穩定的收入工作 總管鑽鞋的鑽鞋 因為是海鮮 肉質也相對比較甜 也比較有肉 包裡去水狗裡面 也是相當適合 那些民眾有想要平常 總管鑽鞋的海比水狗 接著方式有負面現場也希望 主要查詢 總管鑽鞋就能看到 這邊我們可以使用現場訂購 甚至網路訂購 宅配都可以 對 我們主要是以冷凍寄付為主 可以打我們的那個 將軍港觀光海海樓的粉絲專業 對 都會有一些專人為你們服務 總管鑽鞋未來也總幾位 推出規制性的海鮮水狗 讓民眾一年輸跡 都可以平常到 總管鑽鞋沒有同時期 捕捞魚鮮的水狗 先為總管鑽鞋定的事物 就是要讓大家接著者 來實施總管鑽鞋的魚鮮藥 記者總會郭博弈總管鑽採訪報道